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证实 台湾近期将与全球武汉肺炎疫苗供应平台COVAX签约 确保能分配到的疫苗采购量 对于这项进展 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盈说 国内跟COVAX签约是有一定的时程 尽管未来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打得到疫苗 但至少是结合全世界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不少国家纷纷加快脚步疫苗研发 期待疫苗能尽早问世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证实 近期会与COVAX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约 透过谈判确保我国能公平公正 分配到疫苗采购量 它是有一定的时程 就是说它在几月几月日之程 你跟它签约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可以让你去遇过 所以拿到疫苗的时程 其实就不太确定 因为COVAX有合作关系的疫苗产 它如果成功完成第三期 联体试验 社会组织 它认可说你这疫苗 是可以安全上市的话 那么它就是 COVAX就会提供给各个国家 医师表示国内跟COVAX签约 是有一定的时程 COVAX尽量公平的将疫苗分配 给全世界尽管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打得到疫苗 至少是结合全世界的努力 由于COVAX是隶属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组织 而该组织又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为首 组织而成 目前台湾与WHO关系尴尬 能不能谈得成也引发外界的担忧 至于未来疫苗取得后 医师也说一定以第一线医疗人员为优先接种对象 其他危险族群或全民接种 就要靠其他疫苗制造或采购才能补足 COVAX可以看成应急 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疫苗厂若能跟上脚步 除了让国内有足够的疫苗供应 还可考虑帮助其他国家 记者为朋友组推报道